我们再来关注本地消息 核心中央商业区的甲级办公楼需求增加 第一季的空置率下滑到3.9% 但是租金涨幅却有所放缓 受访房地产咨询公司指出 经济前景不明朗影响市场情绪 因此第一季出现了放缓迹象 来跟记者李雨婷的报道 位于市区的国号时代城是一个综合项目 办公楼今年1月取得临时入伙准证 业主表示至今已取得八成的预先租约承诺 业主也观察到疫情后需求开始出现转变 房地产咨询公司市邦威理事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核心中央区的甲级办公楼 每月租金环比增加0.4% 达每平方英尺11.75% 其他类型办公楼的每月租金则上涨0.6% 介于7.9%到8.85% 核心中央区的甲级办公楼的空置率 第一季达3.9% 低于前一季的4.2% 另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来方授询师表示 来佛市方和滨海湾一带的甲级办公楼 第一季月租环比上涨1.3% 达到每平方英尺10.83% 公司也认为新办公楼的供应依然吃紧 尤其是在中央商业区 而租金上涨反映出市场的韧性 那公司预计甲级办公楼的租金将保持稳定 今年全年的涨幅在3%左右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雨婷报道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雨婷报道